之前有網友留言推薦無印良品的鐵觀音爆米花和巧克力爆米花 我在店內說明看到這兩款是台灣限定 我們就兩款都來吃看看吧 我先吃鐵觀音爆米花 這兩款是圓形的蘑菇爆米花 顏色看起來整個就很鐵觀音 吃起來風味蠻香濃的 因為它有甜味和鹹香感的奶油 所以我覺得還蠻像飲料店鐵觀音加奶蓋的風味 而且這杯鐵觀音應該是全糖 甜度頗高但蠻好吃的 就吃巧克力爆米花 這款跟我預料中蠻不同的是 它反而沒有剛剛那包鐵觀音那麼高甜度的感覺 看成分表巧克力口味每100公克含糖量27.4公克 甚至不到鐵觀音口味的一半 那含量也不到八分之一 在想也許鐵觀音口味是想要完全蓋掉茶味的苦澀感吧 而且鐵觀音口味也像是在鹹甜奶油味爆米花的基礎上 再裹上鐵觀音粉 我單人吃到後面覺得稍微有點太甜 巧克力就沒有太甜的感覺 今天這兩款個人建議是鐵觀音比較適合兩三人分享 除了剛剛提到的高甜度以外 它一包130公克量也比較多 而95公克的巧克力口味甜度適中也蠻好吃的 自己一個人獨享也很ok 訂閱我本頻道還有超多長線影片喔